关心受到争议的广电三法修正案 11号朝立委进行协商 不少有线电视台频道业者 日前纷纷站出来表达抗议 不满台联立委为了选票 图立无线电视台 以及旗下附属数位台列为闭载 是绑架收拾观众的权益 台湾电视频道 一百多台观众想看什么 就转什么拥有自主决定权 但现在台联立委 提出广电法修正案 要让现行的无线台 以及旗下附属数位台 通通必载引发争议 原住民朋友更是火大 这20台里面有客家台 有公共电视台 竟然没有原住民电视台 变成在都会区要付费的方式看 这对原住民非常非常不公平 以三台和民事来说 主频道再加上数位频道 一共就有16台 占了当中的八成 近期还在电视上狂推法案 无线电视的业者 为了争取自己的一些看法 能够在电视台里面 推出很多的措施 包括一些宣传影片 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 纷纷表达立场 学者认为 频道内容才应该是决定关键 高画质的自制节目 是不是有增加啦 或者说你在整个 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你愿意对 整个消费者的服务 提出什么更多的公共承诺来 11号朝野立委 针对广电法修正案 进行协商 但已经有不少电视台 像是HBO等等 纷纷站出来喊话 呼吁立委不要因为选举 绑架观众的收视权益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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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ρ